家乡人口的变化 小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我们居住的地方 有些城市人口很多 到处盖了许多商业大楼 好多人都在同一个地方上班 有些城市呢,人口却很少 走在路上,常常只有看到老年人的身影 为什么不同的地区的人口 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其实,一个地区的人口变化 最主要就是受到出生、死亡 与一入、一出的影响 出生,指的就是新生儿的诞生 不过因为现代人教育程度提升 就业机会增加 加上家庭计划的推动 让传统的生育观念逐渐转变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不想生小baby了 所以婴儿的出生率不断地在下降 死亡 指的就是老年人的死亡率 因为现代医疗技术很进步 养生观念盛行 人的平均寿命变长了 老年人的死亡率下降了 但却造成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多 以宜兰县为例 民国86年到96年以来 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逐渐上升 而15岁以下的人口比率却逐渐下降 这显示宜兰县的人口结构逐渐趋向老化 因此政府对将来老人安养的问题 就需要更加重视 而人们为了去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 提高生活品质 搬离原来的居住地 就会产生人口移入或移出的现象 许多原本居住在农村的人们 因为家乡的就业机会低 农民的所得又少 而且城乡发展差距日渐扩大 农村的建设落后 公共设施不足 工作条件与居住环境无法改变 而移居到其他城市 这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 往商业活动频繁 工商业发达 就业机会高的邻近都市 去寻找工作机会 如此一来 乡村的人口逐渐减少 造成耕作的劳动力不足 容易导致农地荒废 经济衰退 儿童无法受到良好的照顾等问题 而都市的青壮年人口增多 可以增加劳动力与生产力 不过也会因为 过多的移入人口 产生居住与生活空间拥挤 公共设施不足 居住品质低落等问题 透过观察家乡的出生 死亡与移入移出的问题 我们可以观察到 家乡人口的组成与变化 了解家乡人力资源 并且进一步思考未来公共建设 产业发展与教育学习的规划 例如家乡老年人口的增加 政府需要提供充足的医疗照护资源 与终身学习的机会 让乡民都能活到老 学到老 想不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 移入移出人口呢 你可以问问父母或祖父母 是否也曾经从家乡移居到其他城市 说不定就能找到答案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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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